普遍來說,私人銀行的行業的流動率都會比其他行業畏高 尤其是比起以前十年前的趨勢是稍微高了一些 其實我們會見到傳統上以前私人銀行都是圍繞著在歐洲和瑞士 其實這幾年你會見到在亞洲區也有很多中小型的私人銀行發展 所以變成人才的吸納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其實現在我的團隊大概有三分一的同事跟我相處和合作 平均有達到接近十年的時間 怎樣去維繫呢?其實很重要 我覺得跟做人一樣要先建立信任 在我們彼此合作的模式當中一定要建立一個很強的信任 在我自己做人的理念當中一定要藉夠真誠 很多時候要跟他們一起在戰場上立起三袖一起去做 給他們的感覺我有承擔有責任感 建立了信任之後其實合作的模式就會很純粹 其實另一方面我也都非常樂意去提攜同事 尤其是當他們有一些成功的個案 成功的例子或者有個人的成就 我也都很樂意去推廣他們的能力 令到他們有一些很強的歸屬感 也都達至到employee engagement這個目的 新入行的同事來說 最緊要有正面的思想正面的態度 不要計較那麼多 最緊要看長遠的事業的發展和機會 好像英文有一句說話說 give and take 都是你先付出後收往 在這個過程中 當你決定了盡量去享受和投入你自己工作 不要回頭去想 never look back 最緊要就是勇於去迎接改變 and raise change 成功的機會就會很高 再次的一步 再次一步 再次開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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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再開啟發 感谢观看